转身龙奥天的技能会有多强 上一秒才壮士断壁 下一秒竟在战场当起了外科医生 但其实这只是一场阴谋 就在刚刚 马丁乘坐黑龙来到魔族聚集地 马丁人狠话不多 下了飞机 就是一箭 轻松解决掉看门的守卫 强大到连伊丽丝都叹为观止 而马丁在这里还感受到了两只魔族的气息 其中一只是厄哈特 实力普通 而另一只未知的存在 却散发出强大的魔力 可战斗还未展开 就由于上百年不曾飞行 众人差点被伊丽丝一波送走 随后三人进入了魔族据点 为了防止声音暴露位置 三人改用心灵传输的方式沟通 为了提高琉璃两人的战斗实力 马丁决定这次的战斗 以琉璃两人为中心 说着三人便进入了房间 虽然房间中看不到魔族的存在 但马丁却察觉到了房间中的异样 并非房间中没有魔族 而是使用了隐蔽魔法 这是一种可以隐蔽自身魔力的魔法 而只需找到魔力消失的根源 便相当于脱下了隐身衣 如果想让其显形 只需在隐蔽魔法中稍加干扰 阿尔玛的箭矢对准了厄哈特 可厄哈特还未意识到自己早已暴露 直至一发穿云剑直插眉心 厄哈特才发现自己早成了靶子 显然 他的脑子有些不灵光 甚至怀疑马丁不出手 是因为此马丁是个冒牌货 说着便主动发起了攻击 可眼前的马丁不仅抵抗技能满击 背后还有妹子配合输出 厄哈特一找两找三找 阿尔玛一剑两剑三剑 9981剑后 厄哈特再也无法攻击到马丁 甚至连手掌都无法伸开 因为琉璃在箭矢中附魔了干扰魔力的毒药 当毒量累积到一定程度 厄哈特将不战自败 在失去意识前 厄哈特发动技能 将自己巨大化 而此招名为凶化 会让自身的魔力和强度成倍增长 作为代价 会燃尽自身魔力而亡 厄哈特想死前带走俩 可大手一挥 却被马丁的伪装魔法摆离到 而此时 厄哈特已到达极限 随着阿尔玛的箭矢的射出 宣告了这场战斗的结束 而另一只未曾露面的强者魔族 马丁决定亲自解决 马丁拿出魔石 将其打碎 从而释放魔石内的魔力 引发魔力灾难 如果周围有物质魔物存在 则会强制让对方显形 显形的魔族名为埃利亚斯 身为魔族 却始终对人类充满着警惕心 而他的实力要远远高于刚才的厄哈特 埃利亚斯人狠话不多 冲上去就是9981剑 随后再接一剑 竟让马丁失去了一臂 剑客无法挥剑 仿佛已经宣判了此战的结束 可就在埃利亚斯伸出手刃时 马丁失去的断臂竟奇迹般的复原了 并非马丁小瞧敌人 而是为了利用手臂断面 分析对方的魔力 故意让对方砍断了自己的手臂 眼看马丁实力过强 埃利亚斯也释放出最强战力 将自己的魔力抄在运行 可马丁只是伸出手掌 就将埃利亚斯的抄在魔法无效化 既然如此 埃利亚斯再次将自己隐藏于物中 想在物中发起偷袭 可下一秒 马丁再次破解了埃利亚斯的魔法 因为马丁早已分析过对方的魔力 能够预测对方的招数 而此时 大量魔力涌向埃利亚斯 使其能承受的魔力达到峰值 随着马丁捏碎手中的魔石 埃利亚斯也因为无法承载 原地自爆了 上古黑龙变成人类后能有多猛 随手一发回悬标 就炸了队友 再接一发火箭炮 学校就不复存在 就在刚刚 马丁又暗算解决掉厄哈特 又用魔力撑到了埃利亚斯 而魔族坚守村落的秘密也浮出水面 此时名为龙脉主 是可以控制地底魔力流动的道具 目的是为了产生大量的魔物 魔物的强度相当于迷宫石层的力量 而数量足足有5000只 而这些魔物的出生地 将会是人类生存的王都 虽然现在应该回程通风暴行 但由于刚才的战斗扰乱了附近的魔力 所以据马丁分析 魔物的出生地将偏离原位置10公里 这也就为马丁争取到了应对时间 随后三人便准备返回王都 可现在却遇到个棘手的问题 黑龙降临王都必将引起恐慌 但如果是个人类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虽然以黑龙的实力 去学员可以称王称霸 但马丁看中的还是黑龙的免费做棋服务 学员中已有马丁这种越级打怪的 也不差再多一个战力怪胎 伊丽丝念起咒语 便化身成一名少女 琉璃赶紧捂住马丁的双眼 因为这可不是免费能看的 回到王都 马丁上脚了魔族的脚 吓得校长担心马丁会搬空王都宝库 但马丁并不求奖赏 只希望可以引荐伊丽丝入学 可即便是马丁领建 也需要通过入学考试才行 而考试条件也相当苛刻 要在满分50分的情况下 拿到至少47分 这对于伊丽丝来说并非难事 但却让马丁不得不提防 因为出城人类的伊丽丝 还未适应这句身躯 如果魔力爆发 后果将不堪设想 至于龙脉柱将产生大量魔族之事 为了避免众人恐慌 马丁决定在伊丽丝的考试之后再相谈 为了让伊丽丝更像人类 马丁在他手上文上了文章 虽然不会有文章的作用 但至少可以骗到他人 伊丽丝对其他事物充满好奇 结果比试成绩零分 接着到了建树考试 考官依然由上次被马丁一招解决的 骑士团长负责 马丁顿感大事不妙 起料伊丽丝一抬手 剑掉了 考官发起偷袭 万万没想到 妹子竟然空手接白刃 考官被高高举起 马丁立刻施加法阵 这才保住了考官一条命 校长都惊呆了 看着人畜无害 实则堪称魔鬼 接下来到了魔法测试 没想到伊丽丝还是个近视眼 只见他双手聚集魔力 竟然差点炸了队友 伊丽丝还想再来一次 既然用单体魔法无法瞄准 就要换一种思路 马丁无奈地设下结界 继马丁后 学校再一次被炸了 说合格吧 小姑娘有些乱来 说不合格吧 小姑娘确实战力爆表 所以权衡之下 伊丽丝成功拿到了入学的门条 五人打一群能有多好看 而这场夸张的两校对决 只是因为人手不够 学员的地下正进行着一场大工程 因为三个月后将迎来人魔大战 可适合收集结界材料的荣光文 几乎都聚集在第一学员 而第一第二学员向来不合 如果想借人 只能请陛下出手 于是 第一学员的校长叫嚣着来到第二学员 因为他自认第一要高于第二 在这个时代 荣光文的数量就决定了实力 但现在并不是争论孰强孰弱的时候 共同抵御魔族的进攻 才是目前的重中之重 但面子谁都想要 第一学员可不想屈人下 可两校对决 明明是第二学员获胜 但应有魔族捣乱 只能在比一场一决高下 因为马丁开挂的实力 这次的比拼不允许马丁参赛 而日期定于后日 第一学员扬言要一雪前耻 虽然马丁不能参赛 但却自信几方会赢 比赛当天 第一学员采用人海战术 因为没有感受到魔族的气息 马丁也没必要派出王炸 第一学员校长自信赢了 因为场上学员皆为优秀的容光文 至于第二学员 只派出了区区五人 第一学员校长虽然搞不懂对方的战术 但是自信不输他人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 第一学员读起了冗长的吟唱魔法 可下一秒 读条还没读完 就被打得溃不成军 眼看胜负一分 第一学员校长又强词夺领 明明说好不允许开挂的 可这就是金马丁培训后 第二学员的平均水平 眼看被凡尔塞了一波 第一学员校长转变策略 想抓个嫩柿子年 本以为小姑娘人畜无海 可区区一个动作 就又被凡尔塞了一波 第一学员校长乘胜追击 明明陛下规定学习无银唱魔法 为何第一学员还死守成规 可第一学员校长是个老古董 就算是陛下的命令也充而不闻 却不知陛下就在此处 陛下一声令下 第一学员校长就被罢免了职务 有了陛下的出面 第一学员也将配合第二学员 共同为抵御魔族而做出贡献 处理完两校之间的问题 马丁便带着琉璃三人再次来到迷宫 因为有了第一学员的加入 收集密营的事便尤其负责 而马丁四人此行的目的 则是收集结界的核心材料模式 而且还是磕直径60公分的超大模式 众人齐刷刷把目光看向了 由黑龙变身而来的伊丽丝 作为黑龙 他的魔石超过80公分 伊丽丝慌了 马丁并非要对同伴下手 而是要用他召唤魔物 三人一路打怪升级 阿尔玛和琉璃稳步提升 可伊丽丝却是个问题 因为他并不懂得如何控制力量 迷宫十七层对琉璃二人已是极限 而在伊丽丝的认知中 曾有人下到过654层 而这人正是前世的马丁 而召唤阶层buff的魔石一打到 接下来就要召唤超级魔物了 眼看琉璃有些吃力 马丁就送上贴脸沙加一鼓励 就这样 法阵构建完毕 接下来就需要伊丽丝注入魔力了 马丁一再强调要一点点注入 可是 伊丽丝好像对一点点有些误解 马丁命令伊丽丝立刻驻守 可惜为时已晚 就连马丁也不知将会召唤来何等魔物 可这也并不能全怪罪于伊丽丝 因为曾经有人说稍微测试下魔法 然后就轰毁了三座山 而这人正是前世的马丁 而此时 召唤而来的魔物也露出了真容 召唤魔物召唤到上古恶龙是种怎样的体验 就在刚刚 马丁决定召唤魔物收集魔石 却召唤出了上古恶龙 他体内的魔石直径至少60公分 伊丽丝负责先攻 可是 眼看伊丽丝以人类形态无法战胜恶龙 马丁决定开启化疗魔石 恶龙的脸瞬间黑了 将龙说成蜥蜴 与其说是侮辱 倒不如说是挑衅 伊丽丝充当诱饵 不断吸引恶龙的仇恨 琉璃趁机覆魔 阿尔玛紧接一剑 可恶龙护甲超高 并不能造成实质伤害 而马丁要趁这个间隙 完成法阵 眼看恶龙换了目标 伊丽丝冲上去就是一拳 打完还不忘来一举 真弱 伊丽丝辗转藤魔 再接一拳 恶龙举起前掌 伊丽丝也举起双手 可下一秒 伊丽丝被拍进了地底 而龙的大招便是龙西术 因为马丁下了禁止 所以恶龙无法释放 虽然伊丽丝能够一对一 但想一招取胜 便要用到马丁的大招 马丁让琉璃两人先撤退 而伊丽丝留下来 诱导恶龙释放出龙西术 伊丽丝当起了嘴强王者 不会龙西术的龙 就是应该叫西异 恶龙张开大口 马丁启动法阵 将龙西封印 接着反转方向 让龙自灭 起料伊丽丝诱出幺蛾子 就算伊丽丝实力再强 遭受龙西术也会让他灰飞烟灭 而就在这时 烟雾散去 地面上出现了40米深的天坑 琉璃两人躲避 即使活下来很正常 可马丁硬抗龙西术镜 毫发无伤 而众人也得到了恶龙的磨石 就在此时 马丁宣布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让伊丽丝成为团队的一员 有了伊丽丝的加入 团队的实力也将翻倍增长 为了让四人在团战中互相有默契 马丁决定进行一场训练 来避免伊丽丝不看脚下坑队友的行为 说着训练便开始了 规则很简单 就是伊丽丝在躲避阿尔玛的箭矢时 还要保住头上的贝壳 可如果将注意力放在头顶 脚下就会出现薄弱环节 虽然屡战屡败 但伊丽丝并未放弃 而琉璃擅长利用附魔来制造装备 所以马丁希望琉璃可以为自己打造的配件 材料就用刚在副本中打造的龙爪和秘名 起料附魔这块 马丁静一口气说出了八种附魔 琉璃慌了 表示臣妾做不到啊 但其实只需将剑分解 赋予各种不同的魔法 最后组装即可 就这样 一把不可能的配件就这样完成了 属于伊丽丝的训练 还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虽然还有少许不足 但灵活度已明显提高 而这段时间 琉璃以为三人做了新的武器 琉璃手持重剑 阿尔玛擅长用剑 伊丽丝则是把枪 因为他力大无穷 就这样 众人都有了衬手的武器 而队员的实力得到了提升 无银唱魔法也在顺利普及 如果再成功击退魔族的话 马丁也该离开新手村探索外面的世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